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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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流 立法会医学界代表 本身是医管局高级医生 在公立医院做了25年 这一日是他在公立医院 最后一次帮病人做手术 过去经他手训练出来的新人 现在很多都独当一面 可以做复杂的科研工作 他说自己呢 反而近年来除了日常门诊之外 连简单的手术都做少很多 梁家流说医管局成立之后不断增聘人手 医生的数目 由20年前的3000个增加到现在5000多个 但是提供的服务并没有相应改善 例如以前的一个只两个人做 现在是三个人做 他给了个人手个别部门 个别部门是自己去处理的 他总部不知道 其实很多个别部门 那些病人轮候时间 是他的资产 他的病人轮候时间 如果太短的话 他可能会被人剪掉人手 梁家流终于在上个月辞职 今年年底 就会离开公立医院 转去私人执业 他觉得 在医院现在的管理模式下 自己发挥有限 现时的制度来说 在不久之将来 我都看不到 我还可以 为我的医院或者部门 做到什么是其他人做不到的 我走 我就觉得有些东西 我没办法留下得到 特别是一些 比如心理治疗 那个培训 那种能力 那种技术的人 不好意思 我就真的做了这么多年 我没办法 带到这些人出来 所以 这里我一走 心理治疗培训 那个工作 就没人可以接得到 曾凡光 同样在公立医院服务了 接近四分一个世纪 91年 他开始在青山医院做医生 20年来 除了体证之外 还一手建立一个 小规模的治疗诊所 和培训中心 他说 医管局 勃给精神科的资源 一直不够 人手少 工作量大 是流失医生的最主要原因 一个受训的精神科医生 你叫他一走 看三十四十个症 他学到什么 他没有机会学 他掌握不了技术 以后他就算 他考试很厉害 过了一些考试 变成了专科医生 他没有技术 以后 其实就是 整个精神科服务的缺陷 你可以说 临别在职 他说 令他最遗憾的 是医管局的管理文化 令到医护人员 只是顾着前途 而忽略提升专业技术 很多人就停软 浪费精神 浪费吃饭的时间 下班时间 去上管理课程 那些东西 都不会去学一些 对病人真的有益的心理治疗 这些技术 这个就是 我会对现在的 仇分中的精神科医生 的一些严厉批评 可以这样说 也都是说 整个系统里面出了问题 问题就是 你不鼓励一些人 学好自己的技术 就是 你不觉意鼓励了一些人 就学了一些 升值很快 跟同顶白的一种文化 在过去五年 医管局总共流失 超过1300个医生 但是06年的高峰期 一年就有300多人离职 去年 流失离虽然减少了 不过走的 超过三成 都是资深医生 我年轻的时候 譬如 进去医学院 interview 有个教授问你 你将来想做什么 答案是 我留在高原机构 但是 到现在这个年代 因为由2000年开始 因为那个年代 医管局不够钱 他就找一些同事开刀 公务营减薪工的时候 医管局相应去减减 那些专业职系的同事的薪酬 它减得比政府辣手很多 在2000年正式入职的同事 2000年那些 去到04、05年的时候 那个薪酬 是只有99年入职的同事的一半 那你 因为这样的政策的话 你很难期望 那些同事会长久留在医管局 政府财赤 也是将医管局的拨款减了很多 也是在2000年到2002年中间 新入职的医生 是减低了他起身点 也是凍结了他的家身 但是其实到06、07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将这个 同工同筹化的 将这个差已经减了很多很多 那医生方面 我只可以继续 好像我以前那样做 继续是怎样 是尽我的所能 是为他们的工作环境 时间各方面 各方面是尽我所能 是做好一点 是令到他们 对医管局 是继续肯留在这里 医管局核下七个医院联网 照顾全港九成的住院病人 方舍治疗科 是近年流失医生最多的部门之一 人手不够的场面 几乎日日上演 黎阳文在北区医院放射治疗科医生 他说他的部门 一向是重在区 近半年来 这里走了几乎一半人手 在这两个月来说 都走了两个副顾问医生 情况来说 人手方面都很 现在的安排 我们安排不了医生进来做 有需要才叫医生进来看 私人市场 由于对放射治疗的医护人员 需求量大 不断用高薪滑角 所以公家医院的人手 长期不够 现在黎医生一个人 要负责几个纲位 病人想做放射治疗 最少要排期九个月 无可被变会影响 病人的waiting time 质素方面我们尽量维持 但是因为如果量实在太多的时候 忙中有错 我想错的risk就会比较大一点 士气就真的很低落 其实我也有考虑过 防射治疗我们知道问题存在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计划 请了一些专家 即学生出钱 送他去外国考牌 接着回来给我做事 其实我们一直做 我们所谓的人力资源计划 也就是知道我们需要多少医生 多少护士 但是问题就是 供应是这么多了 那你怎么办呢 医管局他没有一个人力统筹的政策 去计算他需要多少人手 他纯粹是基于他有多少资源 去决定他需要多少人手 他不是因应服务需求 去决定他需要多少人手 在1997、98年 那时候他说医生过剩 其实就是因为当年 他的资源不够 他没有钱请人 那时候每年都有几十至一百个 新注册的医生 医管局不平容 他说医生过剩 当年其实医管局只有三千八百个医生 到今时今日就有五千个开外 因为这几年 政府政策问题又加钱给他 他有额外的钱 那就是人手不足 我自己觉得我们是不够医生的 所以我们也在过去这两年 在政府的架构里面 是增加了医学生 就是应该在四年后 我们毕业的医学生 是会较多的 每年有三百二十个 我们内部已经做了一定的工作 这件事就是在政府的各部门 里面在做这方面的策划 当然适当的时间 我想有关的局或者大学会有一定的公布 你要吃半个钟 回来就招回小青 往常 他不够一个姑娘跟一个医生 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些医生 可能在其他地方也在做 威尔斯医院的专科门诊 这朝早要看一百七十个症 九个医生注诊 但是护士呢 就只有六个 病房的情况也一样那么踢脚 五个姑娘要照顾二十六张病床 病人多的时候 一个护士要对十几个病人 遇上通宵铃间的日子 他们更加心力教细 其实案内很辛苦 你不停地追奸其实也很辛苦 而且要视乎你的病房 够不够人手 如果不够人手的话 可以四五天就一次 四五天又一次 其实真的很累 你想想你回完通宵 都没回起 就已经第二个通宵又来了 根据护士协会提供资料 按国际标准 护士和病人的人手比例 是一比四到六个病人 但是香港一个护士平均要照顾十个病人 每晚都是把那些上班的同事 是用到尽了 他们又是自己将自己休息时间 全部都退出来 饭都不吃 厕所都不要去 这样做法 那个人就不会去好 个个病房都可能一百二十几个百分比 一百三十几个百分比 你说谁帮到谁 工作量大 加上近年私家医院 不断向公立医院划割 近五年来 医管局流失了三千六百个护士 单在去年 就走了八百多人 其中超过一半 还是年支超过十年 冯玉娟是医管局的护理总行政经理 他说护士人手短缺 和医管局在十年前 关闭护士学校之后 在03年 退出自愿提早退休计划 有很大关系 这个计划 我们是流失了大约有八百个 有经验的护士 所以在这几年 虽然流失和大学毕业生的数目 差不多相弱 但这八百个人 同时的空缺 我们都很难填补 划割除了医塞校之外 就了八百个人 就没有在大学额相应增加 因为本身他担心 他再培训这么多护士 他没有钱请 因为看经济不好的时候 政府也生了水后 二千年打压那几年 他没有先请护士 那怎么办呢 培训完出来的人 又不请护士不培训了 两年前 政府出自决定重开护士学校 加上每年几百个大学 护士系的毕业生 希望可以在短期内 舒缓到医院护士人手不足的问题 我们认为在未来这两年 我们的数目会大增 在护士方面 比如今年我们已经多了四百个护士毕业 而明年要接近多一千个护士毕业 所以这方面我相信 将来我们会配合得更加紧 服务的需要 如果医院管理局可以 势时间又开回护士学校 势时间又删回护士学校 我想问一下香港政府 特区政府其实你有没有一套 比较完整的护士资源规划呢 我们担心连续有两三年时间 有二千人出现 医院管理局如果没有钱请回这帮人 我不知经济是怎样 如果不够资源请就出事了 如果他不够资源 他要不够钱请的时候会怎样呢 有个信息出来说 我们的管理系统请不了那么多护士 会不会到时又出现二千人的现象 就是说我们不训练那么多护士 不训练那么多护士 这样的情况下就麻烦了 王以宁六年前在中大护理系毕业之后 就加入医馆局做护士 三年前因为人工吸引 所以转到私家医院 他说同学之中不少像他那样 在公立医院做几年就会选择离开 2095有些咳药水 化痰药 消炎药止痛药 我们多数毕业都会觉得 在政府医院看得多些东西 学多些东西才会考虑去私家医院那里做 刚刚沙士完之后 就减薪之后那一年就入职的 所以那个Pont就跟以前入职的 那个薪酬是低一点的 之后都逐年有加上的 但是都是跟以前 比较做了这么多年的staff的人工是差点的 都会觉得 都是做那些东西而已 都会觉得有点点不值 医馆局过去因应大学 撥款委员会的人力指标 来定人手边际 由于03年开始 政府打后三年 都不断减医疗撥款 医馆局唯有削减开支 造成今日医护医人员 人手不足的局面 其实由2000年左右 是将医学生减到 由310个减到280个 到现在升回 其实应该是看到这个问题 现在大学每年才出过 300多个医学生 够还是不够呢 我当然说不够 希望多些 还有护士学校 2000年生了之后 我们两年已经重开了 现在到2012年 每年我又多2000个护士出来 病人的需求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高 人口老化各样东西 令到他们压力非常非常大的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只可以在工作环境 工时配套 支援方面 尽量去帮助他们 我觉得这款高是需要保住技术 在不同病人身上 人才走了不重要 技术流失的那是灾难 医管局现在正在请新的行政总裁 我也希望他不要只看着医管局的发展 而是要看着香港整体医疗服务的发展 如果你只看着一个区域的发展 是不能全面的 也不能这么容易融合到的 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将我们医疗的开支 是纯粹跟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 挂钩的话 是不能安全的 如果是经济好 那就有服务 经济不好 就没有服务 不行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融资的制度 令到无论是经济好还是不好 都要持续一定的服务才行 今个星期 政府将会推出新的医疗融资咨询文件 希望透过自愿保险计划 将部分病人转去私家医院和门诊体病 香港的医疗服务将面临新的挑战 始终最大问题其实公私营 其实真的很失衡 有95%在公营机构里面 你说我不想减低市场份额吗 我很想 但我减低1% 私家市场增加 它的容量20% 谈何容易呢 接下来是日乎特约 小本钱 大商机 之后是东张西幕 小本钱 小本钱